Hello,大家好,我是尤昂,今天來上手和評測一下 老黃最新的30系顯卡RTX 3050 8GB 這張卡是NVIDIA在1月初的CES線上發佈會上面公佈的 老黃把它定位為光追1080P的顯卡 還放了一張很有意思的對比圖 幾個大作3050可以光追1080P60幀,括號開了DRSS之後 而其他的50卡只能0幀,因為在遊戲裡面也打不開DRSS 30508G的官方參考零售價是1899 考慮到Steam上面佔有率最高的顯卡到目前為止還是1060 其他牌前面也基本是5060什麼的 再加上很多人還在用著1080P的顯示器 這個定位策略我覺得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當年也很火的GTX 970、RX580 8G等都是2000左右的卡 就看3050的性能表現以及最終價格的落實情況了 我們也第一時間說到了七彩虹的新年超級大禮盒 裡面包含了一張他們家的RTX 3050 Ultra WOC 可以來幫大家看一下這個30系的新成員是否值得購買 七彩虹這張顯卡配備了三風扇的高性能散熱器 和其他Ultra W白色出行版本一樣 外殼採用了復古流行的蒸汽波設計風格 白色底色加上漂亮的圖案還是非常帥氣的 是白色主題裝機的好選擇 散熱器裡面有四根粗壯的熱管 兩根6毫米兩根8毫米 再加上大面積的散熱器片 光從規模來看我就覺得壓住3050應該是非常輕鬆的 就是長度達到了30公分 小機箱的用戶要注意一下 顯卡的背面加裝了同樣主題的金屬背板 保持了美術風格的同時可以有效的防止顯卡變彎 顯卡的頂部有著七彩虹iGAME LOGO信仰燈 可以在iGAME Center裡面根據喜好切換不同的燈效 路口的旁邊能看到雙8PIN的供電輸入接口 3050 NVIDIA官方標稱的功率是130W 七彩虹這張卡加上OC後 官方說明也是130-170這樣 理論上單8PIN加上PCIe槽合計的225W應該是夠用的 雙8PIN應該更多是出於保險的考慮 正好前陣子我買了一個新的電流探頭 可以來研究一下3050的供電輸入情況 輸出接口這裡 七彩虹這張3050給了三個DP 1.4A和一個HDMI 2.1 這些接口帶8K60和4K144的顯示器都是沒有問題的 同時還配備了他們家的特色,一鍵超頻按鈕,可以切換不同的BIOS 新手也不用去折騰軟件選項,就能簡單的實現顯卡超頻 然後既然都出到卡了,當然也要拆開來看一下裡面的情況 不用擔心,是測試基本都做完之後才拆的 不會因為換了規矢而影響性能發揮 打開之後首先可以看到GPU的型號還挺長的 GA106-150-KA-A1 A1件的挺多了,KA不知道又是啥 GPU旁邊是四顆美光的GDR6顯存 以及四個空的顯存焊盤 所以說繼206012GB之後,老黃還要出305016GB嗎 再旁邊就是供電了,作為一張3050來說 七彩虹這一張Ultra WOC的供電可以說相當的豪華了 甚至在PCB背面還貼了膠墊,利用背板來幫助供電散熱 這張卡不管是日常運行還是超頻 供電應該都是非常靠譜的 這張電腦通過GPUZ可以看到核心旁邊寫了一個LHR 嗯,希望這次能封得嚴一點 顯存位寬為128bit,比3060和1660s的192bit都要低 這其實是好消息 再就是能看到PCI通道數量為X8 我和其他也收到了3050的朋友確認了一下 也是顯示層一樣的 不知道是驅動或者GPUZ識別問題,還是確實減了通道 不過就算是裝到舊平台上,用3.0x8理論上也是帶了動的 比隔壁某卡的X4還是要良心一些 剩下在GPUZ上面看不出來的 就是3050還有專門的光線追蹤處理單元 以及支持DRSS,ResizableBar等新技術了 按照慣例在公布測試成績之前 先來簡單介紹一下測試的配置 CPU用了Intel最新的12代處理器i9-12900K 算是目前遊戲性能最長的那一批了 搭配的記憶是芝奇的幻風紀DDR5-6000-16G×2 剩下的配置和之前測試12代CPU時差不多 反正帶動一張3050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為了完全發揮12代CPU的性能 使用的操作系統是最新版本的Windows 11 然後為了方便大家參考 我們也找來了幾張顯卡做一下對比 其中206012G的性能會比較接近2060Super 因為快過年了一下子真的接不到原本的6G版本 為了防止時間太趕 這些卡是在我們拿到3050之前就確定下來開始跑了測試 驅動版本是3050發售前最新的正式版 而3050使用的驅動則是最新的內部Beta版 畢竟一直以來老版本驅動都是點不亮未發售的新卡的 不過我們也做了一些驗證 比如重跑的部分測試 可以很肯定的告訴大家 兩個驅動版本間的性能基本沒有什麼差別,可以放心 OK,終於可以開始公佈成績了 先來看看老朋友3DMark的旅人性能跑分 DX11的FSE跑分,3050的成績比1660S低了幾十分 基本可以認為是一致了 大概只有2060的77%,3060的70%,這一刀還是比較重的 可能也是為了給3050Ti留下空間吧 然後是DX12的Time Spy 這個項目中3050的表現稍好那麼一丟丟,比1660S多了一百多分 和206012G、3060的差距還是差不多 這兩個項目的細微差別應該是核心架構的差異導致的 接下來是PR光追性能跑分,1660S不支持,所以就沒有它的成績了 總的來說,和3060的差距跟前面兩個測試保持一致,畢竟是同一代的顯卡 和206012G的差距拉得稍近一點,但也只是接近到80% 再過來是通過IDA64的GPG測試看一下計算性能 3050的顯存讀協帶寬只有3060的一半,和1660S、206012G差不多 而顯存複製性能比1660S都低 其他理論計算方面,因為架構的原因 30系除了單晶度輔典和AES256表現比較強 其他的大多數是3050比不過1660S,3060比不過206012G 看到這裡,觀眾們心裡應該有個底了 3050差不多就相當於支持光追、DRSS等新世代功能的加強版1600Super 或者說1660Ti吧,那倆本來就只差一點點 當然光有跑分還是不夠準確,為了驗證這個看法 我們也跑了一些遊戲,有單機大作,也有電競遊戲 知不支持光追的都有 第一個遊戲還是啦啦小姐姐的古墓令11 我們不開啟光追和DRSS 在1080P最高預設特效下跑了測試 3050的幀數比1660S高了幾幀 和另外兩張卡的差距比在30Mark跑分中好上那麼一點 但還是差的比較多 開了光追超高和DRSS平衡之後 3050只比之前低了幾幀這樣 這張卡確實是可以遊玩1080P光追大作的 這裡沒有帶1600S玩是因為它沒有AI單元開不了DRSS功能 實際上1660Super強開光追也是可以的 只是幀數受到的影響會比較大 同樣最高特效加光線追蹤 即使不開DRSS 3050也能比1600S多出超過一半的幀數 3050這邊再開一個正量模式的DRSS 幀數就基本翻倍了 古墓11的DRSS已經是2.3的版本了 正量模式給人的感覺就是開了抗拒齒後的效果 雖然畫質會弱上一點點 但比720P那還是要強不少的 因為1600S的光追體驗實在不太好 後面的幾個項目就沒有測它的光追性能了 即使不開光追,光靠DRSS 3050也能獲得比1600Super高不少的幀數 這一個應該算是它最大的優勢了 第二個遊戲是Control 之所以選它是因為發布會的那張圖 以及我們的遊戲庫裡面有 在1080P高預設關閉光追時 3050比1600Super高了幾幀 剛好在60幀左右 有時候會低於60一點點 打開光追加DRSS之後 3050反倒還高了幾幀 基本上能保住60了,和發布會的圖還是能對得上 和206012G的差距也比在3DMark中的小一點 雖然還是差了接近10幀 順帶一提3050關閉光追,打開DRSS 選擇從720P AI放大之後 幀數比1600Super的原生1080P渲染高出了一大截 難怪這個遊戲經常能上老黃的發布會 接下來的遊戲是21年新出的遠庫6 1080P極高預設關閉光追時3050的幀數 和1600Super基本相同 在這個遊戲中 3050和另外兩張60的差距會小上那麼一點 開啟光線追蹤的反光加陰影以及FSR之後 3050的幀數反而提高了10幀這樣 在這裡不打算研究DRSS和FSR哪一個更好的問題 但反正1600Super能開的3050也能開 反過來則很多不行 目前看下來3050作為光追入門體驗卡還算OK 很多遊戲可以直接開光追1080P 60幀 實在不行的加一個DRSS或者FSR 犧牲一點銳度之後也是可以達成的 隨著這幾年的優化 感覺光線追蹤對顯卡的要求 相對於剛出來的時候要低了一點 接下來跑幾個沒有光追也不支持DRSS的遊戲 吃雞1080P 3D之下 3050的表現和前面的遊戲不開那些新功能時差不多 比1600Super略強一點 距離206012G還有3060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 少數情況下能看到3050和兩張60的幀數差不多 那也是因為CPU單核性能限制導致顯卡吃不滿而已 DOTA 2 1080P高特效下也碰到了類似的問題 很多時候四張卡的幀數都比較接近 看顯卡佔用兩張60經常是不滿的 3050和1660Super則基本上是全程滿佔用 3050剛剛好符合它1080P遊戲的定位 這刀法真的是快很準 CSGO 1080P高特效 3050比1660Super低了一點點 這是我們目前測試的幾個遊戲中3050表現最差的 雖然也到了差不多400幀了 最後跑的又是一個新遊戲極限競速地平線5 1080P分辨率 畫面調整成預設中的極端 在這個遊戲中3050比1600Super還強了挺多的 幀數高了約17% 在目前不開新功能的測試中 這個項目是兩張卡差距最大的 我們打開後台監控看來一下 發言跑這個遊戲時顯存是能吃到7G的 1600Super是6GB顯存的 應該是不太夠用了 3050的8GB在以後新出的帶有高清紋利的遊戲中 應該也會有更好的表現 我們也測試了一下七彩虹這張顯卡的一鍵超頻功能 3050 Ultra WOC在按下開關之後 在3DMark跑分中額外炸出了2%到3%的得分 在實際的遊戲古墓11中是提高了3到4幀的樣子 通過遊戲時的監控可以看到 實際上3050 Ultra WOC的頻率是提高了100MHz 來到了2040 對於出廠即灰燼的散熱器來說其實不錯了 而且這還是操作比較簡單的一鍵超頻 性能測試到這裡就基本做完了 我們還簡單測了一下這張顯卡的功耗和散熱表現 這裡我選擇了古墓11開啟光追加DLSS來做測試 儘量把這張卡的幾種單元都用上 讓姥姥小姐姐站了半個小時裝置後 顯卡的溫度穩定在50度左右 這核心差一點就要感冒了 七彩虹這一張 Ultra WOC的散熱能力還是非常強悍的 就算放到封道較差的機箱裡面 溫度額外再加一個10度那也才60 對於GPU來說還是比較低的 這個時候整機的輸入功率在230W左右看上去也不高 不過大家都知道 30系顯卡的順時封制功率可能會比較高 為了給大家選購電源時有一個參考 以及確認七彩虹為什麼要配雙8拼 我用電流探頭加示波器去監測了一下顯卡的輸入電流 這裡我將雙8拼和主板24拼中的正式溫線路都框了進去 主板上面使用到12V的地方不多 這裡面相當於大部分是顯卡的功耗 可以看到在遊戲的時候輸入電流是上下波動的 計算RMS有效值的話大概在11安左右 和MV官方宣稱的130W功率是基本一致的 這個可以理解為計算電費時的功率 不過放大來看的話能發現順時的最高峰能接近18安 這個電源的實際輸入電壓為12.35V左右 算下來大概220W這樣 單8拼其實還是帶了動的 開啟一鍵超頻之後 峰值電流沒有發生什麼明顯的變化 七彩虹這個一鍵超頻似乎只動了頻率 所以這個雙8拼應該更多還是為玩家折騰而設計的 你自己把功耗牆往上再橫拉一下 也不容易出現燒端子的情況 一鍵超頻模式下進行半個小時的遊戲 整機功率以及溫度的提升也是非常的少 關於功率的複雜推算 這裡就不詳細展開了 反正把什麼線損啊其他線路的功率啊都考慮進去的話 如果你的電源是比較新的 有對三人系順時峰值進行修化 那麼就當它130W來看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你是老一點的OCP比較嚴格的電源 那麼按200W多一點來計算就基本安全了 最後我們還加了一個項目 EETH算力 這個東西對這張顯卡的性價比影響可能比前面全部的項目都多 對於3050 目前我們測試過的幾個主流的內核都沒有對它的LHR進行解鎖 3050的算力只有160Super一半左右 而且功耗是基本一樣的 對於礦工來說 這個卡目前的性價比 應該是遠不如1660Super的 如果是像其他的LHR那樣只能解鎖到70% 就算功率不變,那恐怕也還是沒有160Super那麼好賺 更不要說解鎖後功率應該還會上漲 另外我們觀察到3050在跑ETH算法時 一開始算力就只有一半 不像3060LHR那樣 一開始40加,然後慢慢掉到20加 看來這個鎖似乎要牢固上那麼一點點 所以終於來到總結的時間了 3050這張卡到底是否值得購買呢 實際設定下來 3050的1080P遊戲性能大概是 3060的70%加 如果按照1899和2499的官方指導價來看的話 那麼3060還是要稍微划算一點的 畢竟顯存還大了4個G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現在買不到官方指導價的卡 就連1660Super 在拼頭多上面也要2800才能買得到 20606G那得3000打上 要是太便宜了反而有點嚇人 而且要注意20606GB版本 是沒有我們這裡測試的12G版本強的 從我了解到的情況來看 入門款的3050渠道提貨價要高於1899 但也還是比1660Super目前的價格低上一些 而3050在光追和DRSS的加持下 遊戲體驗是要高於1660Super的 所以如果能保證供貨的充足 在LHR破解出來之前 3050可能會是目前性價比最高的30系顯卡 這段時間虛擬貨幣的價格出現了暴跌 經濟學這塊我不太懂 不要後續的走向 但如果你是以低於1660Super的價格入手的 然後出現了礦難 顯卡全部都跌回原價的話 3050相對應該虧的會少一點 所以如果你最近特別想入手顯卡 3050又能滿足你的遊戲需求的話 那麼我覺得它比3060是值得考慮一點的 而官方炸了卡的話那就更不用說了 賺不賺先不說 起碼礦難了也不會虧吧 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喜歡的喜歡的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翼王,下次再見,拜拜!